眼前哭泣的男孩正在遭受痛苦 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父亲是一名草药师 一旦村里有人生病 父亲就会给邻居看病 父亲煮了一锅香草 邻居喝了草药 病情开始好转 父亲大半辈子救了很多人的命 却救不了自己的孩子 回到家 孩子翻滚在地上 痛得哭了起来 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生病 他的心就像一把刀 尝试了许多草药 但无法治愈孩子的腿痛 如果不去大医院治疗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家里太穷了 吃饭都成问题了 他们没有钱去医院 每次看到孩子痛苦的表情 父亲都会自责 下午母女俩外出采摘野菜 家里没钱买菜 只能采野菜荡菜 父亲除了看病 还帮邻居修房子 作为感谢 邻居会给父亲一些野菜 加水伴着吃 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地吞咽 可是吃完之后 又开始哭了起来 为了养家糊口 母亲出去打工了 长期工作使母亲的脚开裂 母亲没有抱怨 工作了一天 赚了一盆玉米 玉米必须磨成面粉 才能食用 磨玉米要花钱 母亲没有钱 好心的老板 没有向妈妈要钱 让她去外面打水 作为磨玉米的钱 回到家 母亲把玉米粉 搅拌成糊状 和白天采摘的野菜 孩子吃得津津有味